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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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宝宝珠宝设计师 2007年创立高级个人珠宝品牌 共有三个系列 均价从高定系列的十几万 到日常系列的几千元 这次主打的系列呢 则是日常佩戴的百搭项链 当然了 从红毯到街拍 也都随处可见她的身影 有人跟我说 好多的朋友跟我说 哎呀你的东西 我们怎么带呀 我们在办公室里 上一天的班 那我们开会 或者说有人说 那我做运动 我是运动员 我有各种各样的朋友 在各个行业里面 大家都在说 那也不能每天带了 这么一个大的一个耳环 去骑车或者去爬山 后来我在想 我怎么样可以做出 一样24小时的珠宝呢 那么动了一个脑子 我就想 我一定要把我想要做的东西 全部都放在一个 一平方厘米里面 一定是小Q精致 最多是两平方厘米 然后而且我用了一个小心机 就是那个扣子后面也蛮小的 所以也不好摘 很多人跟我说 她戴上了以后就再也没有摘下来过 那我就是洗澡也要戴着的意思 可以 就是你洗澡 在登山运动 包括娜姐 李娜娜姐 在打球的时候 赢了法网的时候 她都在戴 老实说 珠宝对于女明星而言 可不仅仅是一款配饰 这明明就是一种品味的体现 好吗 更不用说 在这个撞山满天飞的时代里 选择佩戴哪些珠宝 绽放与众不同的吸睛魅力 才是又一大重点 比如万宝宝的这些小小珠宝 就可以说是火遍了半个娱乐圈 范冰冰最爱小蝙蝠 刘文号称豌豆小姐姐 还有李冰冰的小熊猫 真的是两只手都数不过来了 那其实你在圈中有很多的明星好朋友 那今天我们也是带了几款珠宝过来 如果说我们要给 比如说范冰冰 李冰冰还有周迅 选三款适合他们的珠宝 你会选择哪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范冰冰的话 我肯定要给她选这个上上签给她 上上签 对这个特别可爱 这是由贝母 然后你看这个贝母像了钻石 钻石上面又有红宝石 然后这三个签是可以动的 我就是在想它可不可以动 它又可以动又不会掉下来 那我可以每天带着它许愿 可以的 苏芒姐就带着这个 她每天都不摘 然后她就是跟我的朋友们说 她说带完了以后 我觉得运气挺好的 对 然后上面都是写的是上上 上上签 我觉得冰冰就是一个上上签的一个女孩子 她的爱情 她的事业 她的一切 她的美貌 她的人格 她的性格 她都是一个上上的一个姑娘 所以我觉得冰冰就是特别适合这一个 对上上签我们要给范冰冰 那我们要给周迅选择一款的话 选哪一款呢 周迅我当时有一个 周迅他自己最喜欢的是一个小毛笔 那个毛笔是这样子的 我当时设计的时候灵感 是因为我姥爷特别热爱书法 我当时做的那个小毛笔 下面滴了一滴墨下来 这个其实是一个特别的文艺的一个设计 然后呢 内心里呢 当然是怀念我的童年 和一起跟我的表妹 跟我姥爷 那种快乐的那种当年的回忆 但是这个其实特别周迅 这是周迅自己选的 他去Chanel的大高定 他也带着的 在走红毯的时候也带 他怎么样 他都要带着这个 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文艺的一个青年 他就是一个热爱艺术 然后热爱书法也好 或者是热爱中国文化 热爱文化的一个姑娘 他们两个的气质完全不同 但是都是我的好朋友这样 万宝宝的珠宝风格大胆夸张 每件珠宝都深藏着一个瞬间的美好故事 他的珠宝设计颇具东方气质 却又表达了他个人独特的爱情观 不过这让万宝宝觉得兴奋和幸福的 并非可以编织全世界稀有名贵的珠宝 而是能看到 佩戴自己作品的人 幸福快乐的表情 想问问就是 他们比如说明星 想要和您约的时候 这个是存在一个约的关系 还是说直接就定哪一款 杜江向CR求婚的时候 真的是挺好玩的 那段时间 那个CR特别可爱 他跟我说 后来事后跟我 他说 我发现杜江在给一个女的发微信 很神秘 然后这个女到底是谁 后来我发现是你 你怎么跟他有了微信 两个人在发什么微信 然后最有意思的是 我跟杜江说 好明天八点 他说好明天八点 然后呢 结果叮当来人了 早上八点 你知道吗 还不到八点七点多钟 这么早 吓得我要命 我说这是什么事情 怎么那么早有人来找我 后来我才发现 是杜江困得不得了 然后呢 然后就来了 然后我说 你怎么这么早来了 他说你跟我说八点 我说晚上八点 大哥 我就在想 你不是跟他约好了八点 所以我就说 他们为了爱人 然后在背后的这种 这种可爱的小心机 然后为了让爱人 讨爱人开心 然后小飞 所以当时为大S设计的时候 也是找了我无数次 我们两个在一起研究 然后最后 我们把他们两个的这个 这个S 我把这个S给和他的W 然后设计在了这个 他的钻石的这个托上面 就是他们为爱人的 我特别的感动 我特别最爱做的事情 就是帮朋友设计婚戒 万宝宝的生命 以中国为原心 以遥远的美国 法国为半径 在用十几年的岁月 画出了一个优雅的弧线后 他的内心便拥有了整个世界 如今他带着 以自己名字命名的 个人高级珠宝品牌 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从此 他不仅是名媛万宝宝 更多了一个令他骄傲的名头 珠宝设计师万宝宝 我从小是在北京长大的 北京嘛 古建筑非常的多 所以就可以看到了很多的 比如说故宫啊 我们上学的时候 每天骑着自行车 要经过天安门 然后经过故宫 每天在这种古建筑的 心操之中 所以难免不对 难免这种中国的文化 跟中国的建筑 不融在我的血液里面 所以呢 我就做了很多古建筑 是纪念童年 一点点的成长 童年的家 就像一个 与世隔绝的完美世界 小女孩有大把的时间 望着雨后的荷叶发呆 就这样 万宝宝少年时代的 所有回忆 都被他用在了 自己的珠宝设计上 那颗小小的心灵 在有意无意中 培养出了对艺术 和对美 敏锐的感受力 我最爱的是 北京下雨的时候 因为北京的天气很干燥 当它秋天下雨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北京 我认为是最美最美的 然后我最思念就是北京的秋天 所以我现在带的这一个系列 就是北京的秋风 当秋风起的时候 然后有很多不同颜色的叶子 飘在空中 这个是不是有点柳叶的感觉 因为北京嘛 对对对对 然后呢 那个垂柳 然后呢 就这样子垂下来 然后呢 它呢 顺着风 它会飞来飞去 那是我一切一切一切的这个 童年跟青少年的回忆 听起来很有画面感对不对 但性格直爽的万宝宝 在16岁时 就觉得自己的天地太小了 他想去看一看更广阔的世界 于是提着箱子 只身去了美国 一走七年 万宝宝现在美国读法国文学和摄影 20岁时 再往巴黎 进修法文 当自己一个人在外国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那个时候是 就是的确是非常的孤单 不被理解 那个时候大家 在我上中学的时候 中国对大家来说 比现在要陌生很多 然后我的学校里 中国人也不多 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孤独的 我也很怀念 我在我在我中学的时候 那些小朋友们 每天我们在一起那么开心 然后上去街上吃点串 吃点凉面 哎呦那种开心的感觉 这在外国同学之间 是不可能有的 最先揭开万宝宝神秘面纱的 也是西方媒体 2003年 匹林巴黎协和广场的 克里翁饭店 起办社交民园成年舞会 十多个国家的公主 文艺名人 之后悉数登场 19岁的万宝宝 是第一个参加 克里翁国际民园俱乐部的 中国女孩 跨入上流 青鹰社交圈了她 立马成为 西方人眼中的 中国美女 对的 那当时你就是去参加 我记得那个时候 在朗万的那条高定的裙子上 有各种各样颜色的 就是有水晶 很漂亮 然后我们在一起设计 这个水晶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脑子就在想 哇有一天 如果我能够自己设计出 这个水晶的这种搭配 和这个layout 就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分布 那么是多么让我自豪的一件事情 然后那个时候 我一点都不知道 会走到今天这一条路 但是你说那一天会改变我的人生 或者怎么样 没有 做完了以后 我就回去了 第二天我又走着 打着我的伞 然后走去学校 然后坐着地铁去上我的那个摄影课了 2005年 因为家人认为 做艺术的不正经 万宝宝去了香港 被妈妈安排进一家金融机构上班 而后发展 大概可想而知 叛逆不惊的宝宝 怎么可能忍受每天要穿制服 打卡 过朝九晚五的生活呢 三个月后 万宝宝辞去了工作 开始频频出席 时尚派对 慈善晚宴 明星聚会 很快他就成了娱乐杂志的报道对象 享受娱乐明星般的待遇 珠宝这个契机就像你刚才说的 冠志玲我的好朋友 其实这个契机你们可能永远想不到 他放了一本珠宝鉴定的书 就放在桌子上了 然后我说这是什么呀 他说这是这个珠宝 玉石宝石鉴定的 他说我也不知道 我就随便翻了一本 说这有意思 要不然我也去学学吧 然后就开始学了 然后就这一步步就走向了珠宝 根本没有任何的计划 所以我觉得人生有很多的时候 都是随缘的 而且就人生就像 一个小船 然后在大海之中 有的时候真的要看一看方向 风向 那个看这个风向 把你的这个风帆飘在哪里 如今温柔贤熟 大家闺秀 小家碧玉 已经离万宝宝 这位中国公主十万八千里远了 她身体力行的 向我们展示着 如何成为新一代 秒杀世人的新式公主 现在的万宝宝呢 已经不是一个 青涩而害羞的小公主了 事业有成的 她已然是一个女强人的派头 在很多公开采访中 都能感受到 长大后的万宝宝 那小女人的情怀和成熟的性感 而此次万宝宝设计师见面会 专卖店的大中华区副总裁 也特别做客了咱们的节目 带着干货 我个人很喜欢珠宝 我觉得没带珠宝的话 好像吃了晚饭之后 没吃甜品 化了妆之后 没涂口红 这个就是 点金之笔 对 点金之笔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珠宝沉默不语 却比任何语言 更能打动女人心 说的真是一点没错 更何况我大成多的女生 爱美的级别 那都是高段位的 如果再配上一款 衬托自己的珠宝 那大概这心情 都会美美的了 所以我们就想请二位 来跟我们聊一下 如果要给成功女孩 一些就是珠宝搭配上的建议的话 是什么样的建议 我觉得这个 如果是娇小的姑娘的话 可能不适合带 特别特别的夸张的 然后她们适合带 带一点点 比如说粉蓝宝啊 或者是像这样的黄蓝宝啊 可以让她 让人很远一下子 一下就闪出来 对的 一下就闪出来 对对对 我觉得成都的女孩 她们喜欢 因为我们三年过去 她们挑衣服都是很挑的 她们喜欢颜色的东西 就黑黑白白的 不是不喜欢 你先有 你叫就是常会保守 安全一点 对对对对 但是颜色的话 她们超喜欢 所以我觉得珠宝 比如说好像金黄色啊 粉红啊 粉蓝啊 绿色 她们一定喜欢 所以我会建议 成都女孩子可以过来看一下 宝宝的系列 想说问宝宝总是光鲜亮丽 彬彬有礼 但言谈间呢 却流露出一种 不容置疑的执着 现在足迹几乎遍布全球的她 未来希望去探秘约旦的 佩特拉古堡 渴望通过旅行 去体会这个星球上 更多璀璨的文明 和更多有趣的人生 那也相信 多年以后啊 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 你都能找到 认识万宝宝珠宝品牌的人 在即将于11月10号上映的影片 《烽火防飞》中 刘亦飞一改往日清纯形象 纯素颜出演一位寡妇 寒暗心如苦扶养女儿 并与意外救助的美国飞行员 杰克相恋 在最新曝光的人物特技中 刘亦飞衣着质朴 冒雨在狭窄的山间小道拍摄 道路湿滑 险象还生 如果发现你在这里 我会把你杀掉 把我也杀掉 下去 下去 白眼奥古斯特表示 刘亦飞在以往往作品中 展现了很多惊人的时刻 让她觉得刘亦飞 非常适合这个角色 而在特辑中 刘亦飞所展现出的努力 和出色的表演也最终印证了 他们彼此的选择确实没有错 好了 以上就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 再见了 拜拜 香江第一美人 关之林现身成都 跨界服装行业担任设计总监 谈言现在的生活充实满足 其实我太多工作了 其实我太多工作了 现在就是忙着有更多的在这方面的发展 所以就都没有做到自己喜欢 比如说有空闲的时间可以做到自己其他的事情了 所以已经够了 出道多年 面对老天赏饭吃的评价 有的是淡定和从容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的天分 那这个当然是老天给我们的礼物了 那看你怎么样去利用它了 或者怎么样去证实它 观访的精彩内容 竟在明晚与秦晨接触